跟大家做一个开箱的视频 刚刚拿到这款新发布的相机 我还没打开 现在我们就来开一下 看看这一个相机里面 它有些什么东西 这是影视 刚刚在几天以前发布的这一款 最新的相机 是一个跟电脑连着使用的 你看这个相机非常小 就这么一点点 这是相机本身 然后这有一个磁吸的底座 还有底下看这些说明书 可以扫耳码到网站上面去看它的教程 一些印刷的这些东西 贴白板的脚的贴纸 是个贴脚的 还有下面就是这根线 USB的线还挺长的 USB-C到USB-C 然后还有一个转接口 这个是USB-C到USB 好我跟你讲老虎 为什么要买这样一个相机 我有好多好多相机 但这个出来了 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个 首先它非常小 我看 磁吸 放到这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打到任何的显示器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是自带云台的 它是可以转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转动的 意味着它有什么一个核心功能 它有跟踪的功能 它会跟着你跑 这款叫做Link 2 这款是贵的 就是带这个内置云台的 那么它是199美元 如果你去买这个大疆的 或者是买我现在用的录像的OBS的Bot 这一类的相机的话 都比这个要贵 我们看看这个官网上面 我买的360 Link 2 这个是人民币的价格 美元的价格是199.99 那么如果是不带这个内置云台的 它这么简单的就卡在这个电脑上面的话 那它是便宜50块钱 我会强烈建议大家 你都花了这个钱的话 你一定要买这一款 这一款因为它的功能强大很多 究竟有哪些功能 我们讲用起来会非常方便 第一它很小巧 卡在你的显示器上 卡在你这个提示器上 都可以很方便 第二它可以跟踪 如果你做白板的这个演示的话 我刚才讲的那个卡片 你贴到你的白板的四个脚上面 它会自动的给你进行校正 还有它可以给你预设好几个位置 你不是说你固定站在那个白板面前 然后坐下来再讲 或者是再走到另外一个位置 它可以好几个位置可以给你设定 你只要一键 它就可以让你转换到另外一个机位去 好像就是让你感觉到有三个固定的机位一样 你只用一个相机就可以实现 还有一个 我买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它可以卡在你前面的这个显示器上面 它会实现一个俯拍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对那些开头的时候说几句话 然后这个俯拍到桌面上 比如说读书或做手工的这些场景的话 就非常有用 有的时候你要上面架设一个相机 前面再架设一个 还要考虑切换的录像等等这些情况 就比较复杂 用它的话简简单单就一个就可以实现了 官方上面有它详细的这个功能展示 我们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子 这是开箱 大家看到这个里头的这个部件 这根线相机 支架 然后识别 还有它安装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这个三角架上面安装 你可以也可以加在这个电脑的显示器上面 连接电脑就是用这个USB的线 在后面 非常简单 连上去就可以自动识别 马上就可以使用 触碰它就可以自动开启这个跟踪的模式 可以跟踪人脸 跟踪单人 跟踪多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白板的模式 你只要把这个标记贴在一个白板的这个角落上面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识别 你看把这个局部进行放大 这就是对这个白板做节目的人特别有帮助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桌面俯拍的这个效果 非常有用 它会经过软件修正 你看这个画面拍出来是一个矩平的 它不是那种斜的这个桌面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款USB的这个相机 它有追踪的功能 它有白板功能 它有这个桌面俯拍 并且它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进行远程的这样控制 它现在已经出货了 我是在三天以前下的单 我今天就收到了 大家可以通过亚马逊去购买 也可以直接在影视的官网的网站上面去购买 如果你现在正准备入手一款在家里头做口播或者是直播的这些同学 我会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相机 尤其是对那些对技术上不是非常熟练的同学 如果你买这款相机进到我的群里头 关于这款相机的使用的所有的技术问题 你都可以在群里头提问 我会当天给你解答 好的 让我们一起用这款新的相机做出非常棒的节目 下单的链接在字顶的留言当中 谢谢 再见